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圆讲鸟话 那,sorry啦 我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讲鸟话了 这几个月里我也一直看到你们的留言讲 希望我在拍阿圆讲鸟话 所以,经过我的生事sorry后 我决定了 我以后会继续当鸟人讲鸟话 好啦,进正题 我相信每个男生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很有女人缘 能够讨得多女生欢心的人 是的,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女生都是看钱和看脸的 有些男生虽然很帅很有钱 但也不见得会有很多女生真心的喜欢 而有些男生虽然长相普通,家境也普通 但身边却时常有一群女生喜欢围绕着他,接近他 没错,有钱不一定是王道,帅哥也可能是娘炮 男生吸引女生的地方除了样貌和背景之外 内涵,性格和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我做了一些功课后 我终于争取出了七大女生最讨厌的男生 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 第一,行为粗鲁,不Gentlemen 我曾经听我身边的女性朋友聚在一起抱怨过 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分析 原来粗鲁和不Gentlemen的男生 在她们的嘴里讲出来可以使她们的一问不止 就像这样 哇,我跟你们讲 上次有我出街那个Jackie啊 Oh my god 他是因为超粗鲁的 他讲话超大声 他的屁啊,想放就放 好像完全不需要顾虑的 我跟他出街,是一别丢年啊 我妈是,那时要追我那个Tony啊 一点都不Gentlemen哦 那时跟他一起出去吃饭 吃完饭都排,要我自己出钱 哇,算什么男人哦 Gentlemen的 呃,就 大概是这样咯 第二,肮脏邋遢,不顾卫生 这个听起来好像比刚刚那个更惨的感觉 比如说挖鼻屎 指甲里话超长 头皮线一大堆或所谓地图弹等等 Gentlemen 清洁,是一个人最基本要有的礼貌 尊重自己的同时,也在尊重别人 你可以没有颜值,你可以没有气质 但是整洁度,一定一定要保持 Gentlemen 没错,没有一个女生会喜欢 肮脏邋遢的男生 因为看起来的整体感觉真的是太没水准了 除非,你是个高颜值帅哥 男生们记住 高颜值邋遢叫行 没颜值邋遢叫做 Bing 不是啊,这个世界就像不公平咬的咯 Bing 第三,过分幼稚,过分贪玩 这样的男生通常给女生的印象就是智障,脑残 太过分的话,他可能还会这样 呃...我不认识他了 我不认识他了 Bing 第四,过分自恋 这种类型的男生,我身边就有几个 他们的脸皮已经念到了可以比任何一面墙壁还厚 总是很喜欢讲自己有多帅,然后讲别人有多丑 Please啦,bro 有时候当对面女生往我们方向看了一眼 哇,我跟你讲 来了的 有时候自恋还不够,他还要踩脱你一脚 哇,你看 他又在看我咯 帅真的很烦恼 就好咯 一些目的不用烦咯 就很烦咯 第五,过分黏人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很讨厌这类的男生 因为我可以想象到,那确实真的很烦 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还没在一起,另外星期就一直想一直想 一直问一直问 Hello,你在哪里? 同学聚会 我再过来找你 蛤? 你跟姐妹一起逛街啊? 这样我再过来找你 每个人都希望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女生当然也不例外 这种类型的男生通常都会让女生觉得非常的反感 你走啊,你好反啊 第六,总爱讲骗话 是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会喜欢被骗的感觉 男生、女生都一样 讲话喜欢无中生有的男生只会让女生觉得很没安全感 因为不知道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 所以女生们 如果你发现一个男生很时常讲骗话来欺骗你的话 那你就... 呃... 自己看着办吧 第七,自私,没责任感 这一类的男生有好东西永远都不会分享 只会想到自己 对自己永远是最大方 对别人又小气到没朋友 做什么事情都总是懒懒散散 一副不管我是的样子 在遇到问题后又推卸责任,拔腿就跑 我不知道哦,你们自己settle 不管我是不要问我哦 你们自己settle 这样的话,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女朋友 都是非常令人反感的 男生们切记 认真,有责任感的男生才是最帅 最让女生依赖的 以上综合了七大女生最讨厌的男生 如果你是男生,那就看看你自己中的几箱吧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想 哇圆,你这样假厉害 讲到自己好像一箱都没中到很完美这样哦 对,实不相瞒 这七箱里面我也中了其中一箱 而我也正在很努力地改掉我的这一箱 至于是那一箱 我不会告诉你们啦,因为... 秘密了嘛 所以男生们,如果你想要更让女生喜欢你的话 那你就必须先从自己的内涵 性格和修养开始 女生们,如果你发现你的男友中了很多枪 那也没关系 让他看看这个影片 只要他愿意改变的话 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正所谓 人没有十全十美 但可以尽善尽美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们身边有中枪的朋友们看看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做好自己 我是阿元,希望这一集阿元鸟话能够帮助到你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 你们可以去follow我沙子的Instagram 和来我们的Facebookbatch 以关注我们的生活动态 也记得要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上传新的影片 打开小铃铛后,你就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啦 好啦,原子大门 今天阿元鸟话就讲到这里 拜拜,我们下集 我们下集见 见